我就是幼稚 很幼稚 对啊 我是幼稚 我是最重要的努力用功读书的女生 我就是幼稚 才不能追那么久 以上的经典桥段 我相信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吧 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子里面 柯景腾所说的 我就是幼稚 才能追你这种幼功读书的女孩子 我就是笨蛋 大笨蛋 才能追你追的那么久 以上就是柯景腾 作为一个个人的品牌 对于他的使用者 不是使用者 对于他的消费者 沈嘉宜所做的品牌的定位 以及他的承诺 这里有个问题 他们最后没有办法能够成功的在一起 你就代表说 他的个人品牌的定位 可能是失败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男生 想要追女生的话 你要记得 幼稚跟大笨蛋 都不是一个好的 要追女孩子的品牌定位 我们来学一下 什么才是正确的品牌定位 无论你今天要在Ebay Shopify 还是亚马逊上面销售一个商品 销售一个品牌的话 其实最重要最关键的事情 不是一个漂亮的logo 也不是一个好听的口号 更不是什么样子酷炫的包装 当然那些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只能选择一项事情来做的话 我会强烈建议你把品牌定位给做好 一个商品如果缺乏了品牌定位的话 消费者看到这个商品就会想说 嗯 这个商品跟我刚刚看到的1899个商品 都一模一样 他们一定都是同样的东西 然后就把你归类在一个便宜低价 平均没有特色的一个品类里面 而这件事情一旦发生的时候 可想而知 消费者就会从刚刚的1899个里面 是1899个吗 好 选择一个最便宜的来下他的订单 而相反的如果你的品牌定位做得好 消费者就能够马上看到你的商品 快速理解你跟别人的不同 而轻易的就选择了你的商品 品牌定位就是品牌对于消费者的承诺 而这个承诺必须要有三个特点 才是一个好的品牌定位 第一个特点它必须要是独特的 第二个需要是引人注目 非常的强而有力的 第三个它是需要能够被人给相信 被人给信赖的 好 那我们以下来看看这三个特点 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 首先就是这个承诺必须要有独特性 接下来我会用五个不同的层面 跟大家分析以及举一些范例 第一个就是他们所销售的销售对象 在台湾有一个男士的保养品品牌 叫做Unicorn Skincare 他也是当时AppWorks其中的一个团队 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商品很酷 但这题外话他们做了一个臀膜 男生保养屁股的臀膜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只做男生的保养品 当然市场上很多类似的品牌 例如像Biole 他们就是男生有卖女生有卖 在销售的对象 这两个品牌就有非常独特的不一样的地方 一个只卖给男生 另外一个是男生女生都卖 第二个就是你实际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金色山麦 卖的是一个比较premium的craft beer 手工啤酒的感觉 而台湾啤酒就是卖一个大众的啤酒 便宜大量的啤酒 第三个你的产品到底在哪边销售的 比如说台湾的亚方 只有女人最懂女人 他们是透过一个直销的方式 透过他们所谓的美丽大使在销售的 而类似像森田药妆 这种就是所谓开架式的保养品品牌 虽然他卖的商品都很接近 不过一个是在透过传直销才能够买得到 另外一个则是在屈臣寺 康寺美就可以买得到 再来则是你为什么选择你所做的事情 像在美国有一个卖鞋子的公司叫做Zapples 他们的创办人也是亚洲人叫Tony Shea 他所传递的就是我们是为了快乐在做鞋子 我们所传递的讯息是快乐 只是刚好我们在卖鞋子而已 而类似的鞋子品牌Taunt 他们就有点不太一样了 他们是为了帮助社会更多的人 而在卖鞋子的 比如说他们以前你只要买一双鞋子 他们就捐一双鞋子到需要鞋子的小朋友身上 现在他们也慢慢的转换 变成只要赚3块钱就捐1块钱出去 虽然都是卖鞋子的公司 可是他们核心思想他们的为什么 这件事情是不一样的 下一个就是你是用什么样的时间轴 或什么样的时间所提供你的产品 或提供你的服务的 比如说同样都是卖生鲜杂货 家乐福的线上店 就是你下订单之后可能隔天可以帮你送到 而Foot Panda就不一样了 最近广告也在打得蛮凶的 就是男朋友在女朋友家里面 想要表现一下组这个东西 没有菜 没有菜马上一叫20分钟就来 所以隔天才送达跟20分钟就送达 这就是时间点的不一样 同样都是在卖酒精 Broad Basket在美国的网站 他们所采取的是礼盒组的方式 他们把酒精各式各样的酒 都放在一个Basket 一个礼盒里面 让你可以去送给别人当礼物 而Drizzly这个网站 这是提供快速在你需要party 想要喝酒的时候 能够在20分钟30分钟 就把酒精送到你的眼前 所以这两个服务 或者两个产品呢 所提供的商品 虽然都是一样的 可是他们提供的方式 却很不一样 以上就是你在思考品牌定位的 独特性的时候 可以思考切入的点 也是你的消费者是谁 你什么时候提供 这样的商品跟服务 你在哪里提供 这个商品跟服务 你是如何提供商品服务 你是为什么而提供这些商品服务 等等 如果你把每一个层次 都思考一遍的话 我相信能够找到一个 属于你的品牌的独特性 品牌定位的第二个关键就是 你的承诺必须要是非常引人注目 非常强而有力的 首先这个品牌呢 就必须要能够解决一个 非常大的痛点 或者消费者感受到 需要你帮他完成的事情 举例来说 在这个减重或者是身材的地方 请问你作为一个品牌 你作为一个健身房品牌 你是要帮助我减重10公斤呢 还是你希望帮助我 把我的身材打造跟彭于晏 在翻滚把阿信里面一样 这两个呢 承诺就是非常的 本质上的不一样 对不对 一个只是帮助我减一些重量 然后吃得更健康 活得更健康 一个是帮助我 打造这个男神般的身材 所以你必须要非常了解 你消费者 他们真的想要的是什么 而你想要提供的是什么 然后并且用非常清楚的语言 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知道 你所想要提供给他们的承诺 到底引人注目 无法抗拒 非常吸引的 这个承诺到底是什么 引人注目就是关键 当然在能够越夸张 越引人注目 但又不是虚假广告的情况之下 那么你的承诺就会越强而有力 是吧 好最后你的承诺 必须要具有高度的可信度 就算你找到一个非常独特 然后也非常引人注目 非常强而有力的承诺 但是如果消费者都完全不相信你 尤其是你是一个新的品牌的话 消费者其实真的很难相信你是吧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品牌定位或者你品牌承诺 是完全没有效果的 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透过一些额外的补助 来加强你的品牌可信度 比如说提供消费者的见证 或者是提供免费的试用 提供产品的成效保证 或者是非常精确的描述 你所能够做到的到底是什么 以上四个方法都能够让你在品牌定位 或者承诺的时候都能够增强它的可信度 好啦以上就是三个你在做品牌定位的时候需要思考清楚的地方 你的承诺必须要是独特的 引人注目的 而且令人可信的 如果能把品牌的定位做好的话 那不管你在亚马逊上面 或在Shopify eBay等等的任何地方销售 你的其他的事情都会变得更新手更精准 因为你的广告就会有主轴了 你所沟通的讯息就会能够打动你的消费者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按下这个赞跟小铃铛 我们就在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我是阿培